李娜夺冠的消息让中国体坛又多了一个值得骄傲 值得铭记的时刻 从青涩走向辉煌 李娜在网球这条路上艰辛的跋涉了十多年 而在这段圆梦之旅中 李娜究竟经历了什么 她又是如何让梦想照进现实的呢 或许从她不同时期的直言片语中 我们能够找到一些端倪 我最大的梦想是希望能达到职业的前世 我知道这一路很难 但是我自己会努力 每次都是评价 我觉得每次评价都一样 没有什么评价 我不会觉得我 我不会说后悔自己付出或者怎样 我觉得都挺好的 没有什么评价 那您的意思就是我原来心理不好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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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我心理原来不好了 没有 没错 心理不好 太难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就跟我现在想吃病 您到底不想吃 您问我为什么不想吃 那本来就不想吃怎么办 没办法回答 您就说我腿粗不就完了吗 您说我身材是吗 能有什么变化 该变的都变了 没变的也不能变 我觉得那个是膝盖 还是大腿的伤势是不是会有一些影响 我是膝盖伤 我大腿挺强的 伤不得好 那那个一场大赛之前 通常会选择什么方式的检查呢 够不休息 那那个大赛完了之后 你一件事情可以做什么 你以为是有充分还是够不休息 那谈谈渣伟 谈谈渣伟啊 现在可以谈 但是我没看到打比赛怎么谈 下一条你会面对人是拉多半死吗 去年 对对对 对于这个选手 现在有没有一个各有针对性的一个状态 我要报错了 如果能拿到金牌肯定就最好了 但是我觉得竞技体育 不是说靠冠军靠亚军来证明你在这个项目上的成绩 我小的时候是国家培养的 对 不管现在怎么样 但毕竟培养过 也也感谢 我觉得我最大的改变应该算是这两年 因为有了团队以后 可能针对性的计划会更强一些 对因为可能 因为你知道国家队是很多队员一起训练 因为教练的精力是有限的 不可能说可以按照每一个人的不同的条件去布置不同的计划这样 不要瞎写啊 不要说又 我怎么又炮轰国家队 哪想恢复那么快 我又不磕药 我还没试过 等会我磕完了再告诉你吧 休息的那四个月 我觉得好像是最快乐的吧 因为根本下不了床前面两个月 然后每天就跟北京话就跟爷爷一样躺床上 然后老公给我送水啊 送吃的这样 没有因为我们俩老呛你知道 他老觉得女子网球太简单了 所以今天比赛完了之后 我们不走下去吗 他就说哎呀 恭喜恭喜 世界上最笨的人居然还可以赢球 真的他这样说 对啊 你当时你怎么反应这句话呢 我掐他 你掐他 因为我们可以有两个孩子吗 我的希望是一男一女这样 对 然后养两条狗 240万是税钱的 对啊 扣完税以后就没这么多了吧 对啊 这个 奶粉钱吧 是有造人计划了吗 你们希望我造人吗 这个已经在考虑当中了 退役以后吧 人生就要齐齐复复复 我觉得网球对我而不是 就跟你们的采访一样 只是工作而已 现在你们在最终 什么你会做到接下来的 如果我去这年 可能接下来我会退役